一千零一夜第五十七夜 夜幕降临沙特扎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 商人心想 贝毒英人是个疯子 他一点也不知道那姑娘的价值 关于姑娘的价钱 我现在什么也不能对他说 假如他是个有脑子的人 绝不会说什么 凭锥形帽启示 凭阿拉启示 那姑娘真是一座保时库 我根本没那么多钱买它 但是如果那个老头说个价格 我会如数给他的 即使拿去我所有的钱财 商人望着贝毒英老头说 老人家请耐心一点 请告诉我 那件破斗篷与姑娘有何关系呢 凭阿拉启示 给他一件破斗篷蒙上就足够了 请允许我聊开面纱看一看 因为想买女奴的人 都要看看女奴的面孔的 那贝毒英老头说 你随意吧 阿拉诱护你的青春 如果你乐意 里里外外都可以看个遍 还可以把他的衣服 让他赤裸着身子给你看 阿拉诱护 我不会做这种事的 我只想看看他的面容就够了 商人走向姑娘 因为姑娘的容貌碧月羞花 所以商人也感到有些害羞 商人在姑娘身旁坐了下来 开口问道 小姐你叫什么名字呀 努子曼说 你是问我现在的名字 还是问我原来的名字呢 你有新名 还有原名 是的 我的原名叫努子曼 新名叫纳吉亚 商人一听不静 热泪盈眶 他问你还有个生病的弟弟 是的 先生 可是我与弟弟分别 已经有好长时间了 他病在耶路撒冷城了 听姑娘的柔和话语 商人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心想这个贝毒英老头 说的是实话 努子曼想起病在异乡的亲人 想起分别时 弟弟还很虚弱 很想知道弟弟现在的情况 究竟如何 他又想到跟着这个贝毒英老头 跋涉了这么远的路程 又想到母亲父亲以及故国 经不住泪水流到了面颊上 他边擦眼泪边引涌道 我的亲人啊 如今已经远走 无论行至何处 必将得到安拉忽悠 投诉过夜之地 主在身旁守 保你避开灾难 免你落入匪首 你走后我孤独寂寞 你回来是我急切要求 每当思念你泪水不住流 但愿我能知道 你惊在哪里 请你捎个信来 让我知道你在何地滞留 或许有那么一天 你能在梦乡畅游 而我彻夜难耐 仿佛身下有个火球 人间的事 虽繁杂在我看来 却不为难 唯有离开你 使我感到无比难受 商人听完姑娘 迎涌的诗 两行热泪 多况而出 她伸出手去 为姑娘擦泪 只见努姿慢 一下子将自己的脸蒙上 并且说 先生你不能这样 被对应老头就坐在旁边 他看到 当商人 想为姑娘擦泪时 姑娘迅速盖上自己的脸 以为姑娘拒绝让商人看自己 因此立即站起来 向前走去 手握 驼江 只见老头手起绳落 抽到姑娘的肩上 因为抽打的用力过猛 姑娘被抽的趴在了地上 鹅脚被地上的小狮子碰破 鲜血流在脸上 只听姑娘一声大喊 晕了过去 姑娘醒了后哭了 商人也和姑娘一起哭了 商人心想 我一定要买下这位姑娘 哪怕付出等重的黄金 我一定要让这位姑娘摆脱这个暴虐的东西 姑娘昏迷时 商人痛骂被读英老头 姑娘苏醒之后 擦去脸上的泪与血 包了包头 他眼望着天空 怀着一颗悲凉的心向 安拉祈祷 他引勇道 我无端受苦遭难 但求主怜悯我 我本是公主身 今朝却如此丁见 不禁泪洒衣精 也无法实现约言 努兹曼迎湾师望着商人用低微的声音说 看在安拉的面上 别让我留在这个坏老头子身边了 因为他连安拉都不敬畏 假如我再在他身边过夜 我只能自杀而死 你救救我吧 你做了好事 不论今世来世 安拉都会使你逢凶化吉 遇难成祥的 商人走到贝都英老头那 说 老人家 你说的话都不是你的本意 就把这个女奴卖给我吧 开个价吧 你付她的身价 把她领走吧 如若不然 我就把她带到乡下去 让她给我十份放过腿 给你五万地拿 安拉开恩 给你七万 但愿安拉周记你 这些全算什么 她仅仅在我家里 就已经吃了九万迪纳尔的大卖饼 你和你的家人 一辈子都吃不了 一千迪纳尔的大卖饼 不过我想给你最后一个价 如果你还不满意 我就到大马师哥总督那里 去告发你 官府会立即派人叫你装拿 你最后出个价吧 我给你十万迪纳尔卖给你 估计这些钱也只够我买盐的 商人一听笑了 他随即返回家中取来钱 交到贝都英老头手中 老劫匪拿到钱 暗自心想 我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 但愿能找到姑娘的弟弟 也把他卖掉换钱 随即老劫匪骑上骆驼 直奔耶路撒冷而去 贝都英老头走进大家客栈 没有找到努兹曼的弟弟 商人付了钱之后 把自己的一件衣服给努兹曼穿上 带着姑娘回他家中 讲到这里 眼见东方露出了黎明曙光 沙赫扎德 恰然之声 感谢观看或收听 大妈的多重宇宙 我就是大妈 祝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昌盛